我太幸运了 能跟我们这个集体一起出来打球 参加奥运会 拿了冠军 我觉得太幸运了 中国女排 6号宫祥宇 来自江苏 经验和财富 我们感谢中国女排 运动员 我们也感谢 这位颁奖仪式上是不上领奖台 那团队 几乎没有的 Hello大家好 共享举 一位天才少女 16年航空出世 19岁就拿到了奥运会冠军 她爸爸是个战乔运动员 母亲呢 则是基建冠军 在1997年4月21日 出生在了江苏省连运港市 她二年级的时候 学校的排球教练找到了 龚祥宇母亲 对她说 让龚祥宇去练练排球试一试 于是抱着去玩玩的心态 开始了她的排球道路 这一下就不可收拾 龚祥宇也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经过多年的沉淀 她进入了江苏女排 2015年10月份 女排职业联赛中 一个从未见过的小将 横空出世 江苏女排以强大的姿态 斩下上海女排 龚祥宇一个人就得到了17分 完成了自己的职业首秀 在联赛中 她有着出色的表现 于是活16年 冠军主教练 老平女士 以及体育之双文化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CEO 高宏先生上场 为我们今天这位MVP 好 接下来呢 是由我们国家队主帅朗导 和体育之双的总裁高宏 为本场比赛MVP 龚祥宇来颁奖 于是活16年 就被招入国家队 同年4月 中日女排精英赛 打开帷幕 龚祥宇作为替补 随队出征 最后就迎来自己的首秀 3比1大大方黄地拿下 同年6月瑞士女排赛开战 龚祥宇的超场发挥 更加奠定了她立足于国家队 在抽场的几场比赛中 看下81分 五场比赛中四场的德尊王 她她顺利成为了最佳接应 经过层层挑选 加上赛场上的稳定 同年礼约奥运会前期 出战礼约的大名单中 龚祥宇赫然出现 此时争议也就出了 一方面有人认为 老郑登庚的一大赛经验十分丰富 可以更好地适应朱婷等人 也可以在场上稳住军心 但是也有人说 龚祥宇一路走来 不管对阵谁 都有着出色发挥 是队里非常重要的杀手锏 教练郎平也是看在眼里 所以龚祥宇既然随地出声 但是她心里指导 她也是表示 去一里约的时候 自己就经常都睡不好 现在一切都能记得 当时晚上睡不着时想的东西 在小组赛中 龚祥宇贡献了18分 但女排还是不敌对手 在八进四中 她坐在替一步席观战了一整场 好在拿下了 半决赛时 张昌宇打接应有点小问题时 龚祥宇因为受命上阵 她上场后 把自己发挥得理理尽致 在最艰难的时刻 顶住了压力 让全世界都看到了自己 赢下比赛后洗击儿戏 郎平也是抱着她说 打得非常好 那一刻所有东西都得到了释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所有的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排球中 能有今天的成绩 也是她应得的 因此 对于职业的运动员来说 自己得足够强大 才会有那些幸运 龚祥宇无论在发球 扣球 蓝网 传球 电球哪一方面 都可以说是世界前十 她太全面了 说实话 龚祥宇真的算一个天才少女了 因为练了三年 能到这个水平 没有天赋肯定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 朱天等众人的天赋也太强 学历也强 前面就说过 中国女排人才极其 所以说龚祥宇并不是那么的闲艳 但是郎平都说 龚祥宇有个人高度 进攻非常的迅敏 且有一定的速度 就是大赛经验和整体配合 还有一点点的不足 当然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明补的 在今后 这孩子肯定会打出自己的风采 中国女排的最后一块拼图 也已经完成 龚祥宇作为女排的史上 年龄最小的奥运冠军 这一路上必定付出的努力 是不可不量的 虽然他已经取得了如此度的成就 但他还是不忘初心 对自己只有更严格 在未来的东京奥运会上 让我们拭目以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致病毒